各位大帅宾你们好 我是造飞机的马卡耶夫 今天咱们来点刺激的 在座的各位 你们认真听我下面这段话 试问 哪个正经小男孩 不想要一个又粗又大的炮杖呢 没有 哪个正经小男孩 不想要一个 飞得又快又高的小飞机呢 没有 那又有哪个正经小男孩 不想要一架装了原子弹的大飞机呢 更没有 不可能有 今天咱们就讲讲 投放原子弹的轰炸机 啊不对 核动力飞机 每次提到这种理论上可行 但是确实有些开脑洞的东西 往往就要提到冷战 不得不说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 很有意思的一个时期 恐怖而又浪漫 两个超级大国 为了证明自己的制度优越性 假装不怕同归于尽的 做着同归于尽的事情 开创了人类历史上 科技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 之前或者之后 都不敢想着东西 在冷战时都出现了 上天登月 超音速客机 每个小男孩都梦寐 求的大一万 以及这期咱们的主题 核动力飞机 1950年前后啊 美国就开始研究这个核动力飞机了 至于为啥要搞转 你可以类比一下 为啥会有核动力潜艇 以及核动力航母 飞的时间长迈 可以在天上一直飞一直飞 只要飞行员不饿死 就不用落地 理论上说 一磅浓缩油 也就是不到一斤 就能让一架飞机 绕地球飞八尺圈 落地 太猛了 就跟那个核潜艇差不多 春节一猛的炸下去 出来就是五亿劳动节 当时这个核动力 是基于B36H轰炸机改装的 这个飞机啊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 又叫和平缔造者 你别说 这美国人还挺会来事啊 还和平缔造者 那可不是咋的 人全给你炸死了 肯定和平啊 这个飞机改装后改名了 在名字前面加了个N 也就是NB36H 这一改就有那味的 读起来郎郎上口啊 牛X 开玩笑啊 N代表啥 我不说你们也知道 肯定不是牛的首字母 1955年到1957年 装着核反应堆的这个飞机啊 总共飞了47次 215个小时 但是这些飞行啊 还不是核动力 只是在天上 把那个核反应堆启动了 发动机还是普通发动机 飞起来只是为了做实验 关于核辐射了这些 因为射击这种核动力飞机啊 它最大的问题 是怎么防止核辐射 对周围环境倒还好啊 先不管那些 但是飞行员不行啊 这飞机本来飞的时间就长 说不定飞一圈回来 人就没了 这些飞行啊 每次飞 都会有运输机跟着 拉一群路战队员 万一坠毁了 赶紧跳下去封锁现场啊 因为这玩意儿 简直就是个原子弹 苏联人一看 美国老友的 咱们毛子 也必须有的干活 1955年开始 苏联也开始弄 用的飞机是图95 他们和美国人路子一样 也就是先用普通发动机 拉着核反应堆在天上飞 看看辐射怎么样 一共飞了30多次 现在咱们知道了 美苏最后都没有搞出来个 正儿报警的核动力飞机 在60年代 两个国家都不弄了 主要是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就是搞着搞着 出来个洲际弹道导弹 这能飞很远的核动力飞机 就不太有必要了 反正用导弹 也能把原子弹甩到对方头上 另外一个原因啊 就是安全问题 平常用虽然有辐射 但是保护器还能接受 可是只要是机器 就有可能坏啊 不管它是自己坏了 还是被敌人打下来 那掉地上都是原子弹爆炸 掉别人头上 那倒还好 掉自己头上 那也太吓人了 讲到这儿 如果是营销号 就要说拜拜了 但是咱不能这么干 不讲点硬知识 那还是我嘛 一直说核动力核动力 那核动力是怎么给飞机产生推力的呢 众所周知啊 人类文明的进步 仅仅是改变了烧热水的方式 从烧柴火到烧煤 到烧石油天然气 核能也是 现在对核能的和平利用 依然是烧热水 那飞机上 能不能继续让它烧热水产生动力呢 不太行 烧热水这种方式 用在潜艇和航母上还可以 因为它们本来对重量就不敏感 但是飞机不行啊 飞机上的东西 必须考虑轻量化 太重了根本没法离地 重量这个问题 还出现在防辐射上 防辐射需要用很厚的牵板 就像地铁站那个按检的机器啊 两头那黑黑的帘子 就是牵的 当然特别重 飞机用的核能发动机 原理其实和普通的飞机发动机差不多 至于飞机发动机是什么原理 你可以看我前面的视频啊 之前我讲电动飞机那些 不是说过吗 说燃烧式的作用 也就是给空气提供热量 让它膨胀 这个热量可以烧汽油 酒精 航空没有 可以用电 当然也可以用核裂变 把核裂变产生的热量 传给空气 它照样能膨胀 能把后面的涡轮带起来 那怎么把热量传给空气呢 两种方式 一种直接的 一种间接的 直接的方式 就是让空气直接通过 可反应堆的燃料棒 热量直接传给空气 这种方式 那好处很显然 省事 而且传染很快 就像你在家用那个电暖器 或者吹风机 通电后那个发热丝 把热量直接传给空气 但是问题也很明显 那就是污染很严重 喷出去的空气 有很强的辐射性 间接的方式 是空气 不和核燃料直接接触 而是用那个换热器 通过中间介质 与那个核燃料换热 这个介质 可以是水 或者水银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反正能把热量带走就行 这和你家的空调 其实差不多 空调是怎么把热量 从室内搬到室外的呢 它用的中间介质 就是制冷剂 像R134A了这些 这种间接的方式 换热效率明显 没有那种直接的高 因为有中间商赚差价嘛 而且设备还重 你看你家那个空调外机 多重 好处就是干净 辐射小 直接和间接这两种方式 美国都试过 机翼搞的是直接式 洛克西的马丁 弄的是间接式 毛子呢大大咧咧的 可不讲这些啊 哪个劲大有哪个 所以毛子当时弄的 主要是直接换热的 其实这个热量传递啊 对核反应堆来说 也是必须的 因为不传热 它根本活不要去 核裂变产生的热量 如果不传出去啊 那可太危险了 无论是什么场合 核反应堆的冷却 都是一个大问题 很重要 这个冷却在地面 无一例外用的都是水 又便宜又豪室 像核电站 它工作是 本来就是烧热水 可以认为 就是用水冷却它了 但是核燃料棒用完之后 取出来 它还是发热的 会一直发热很长时间 还需要继续冷却 这时用的同样还是水 把这些废燃料棒 取出来放到水池里 而且还要让那个水 循环起来 一直有冷水进来才行 不然能把这个水 给你烧沸腾了 这个循环 正常情况下 要用电 用水泵抽水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断电了怎么办 没法循环了 这个事儿 日本就遇到过 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 不是震停电了吗 这个装废燃料棒的水池 就给烧沸腾了 一直烧一直烧 最终导致了泄漏 一直到今天 这个国家还在想着 把那个核废水 往海里排呢 不要脸 快凉心 核反应堆上天后 可拉不了这么多水 它冷却就只能用空气了 所以这个核反应堆 在加热空气 让它膨胀的同时 也是在给自己降温 度人又度己 在地面冷空气不够 所以这个核动力发动机 一般也都在天上打开 空气速度又快 温度又低 吹起来凉瘦瘦的 哎呀得劲儿 好 关于核动力飞机 到这就差不多了 核动力飞机 是一个理论上 完全可行的设计 但是太危险 不敢用 军用飞机都不敢 核动力客机就别想了 如果你感觉 这起讲理还可以 有点东西 请求点个赞 再来个观众 鼓鼓劲儿 我是造斐吉林马卡耶夫 咱下期见